台中夜生活 台中夜生活 燈紅酒綠 五光十色的 台中夜生活即將復活 工作夜一號就是通知小姐 回去上班的 還在部分通知 第二號回去開會 酒店小姐準備好了 光五月二十五號 二十六號兩天 試聽歌唱夜 飲酒店夜或舞廳夜 共三十三間遞交了 副夜申請書 全台中市列館九十一間酒店舞廳 兩天之內超過三分之一 搶在第一時間第一批被妥防疫切結書 副夜申請書及公安認證提出申請 包括他們的防疫措施的一個保證 包括他們的公安保證等等 那如果順利的話 預計六月一號可以副夜 台中市松口六月一號有條件解封 只是原本判不到復工日的酒店小姐 不少人早力蒙出路 很多都沒有要回去 第一也害怕 第二有些可能早要工作 所以現在小姐還蠻難找的 現在酒店基本上多了 它叫搶小姐 短時間之內 酒店恐怕面臨店門敞開營業 卻缺了小姐 加上台中市府強調 將不定期抽查是否落實公安及防疫措施 假如被抓包違規 最重勒令停業 說好的復工想回復過往 恐怕還需度過一段陣痛期 三天新聞陳一傑 趙英光 SG小組 台中報導 你的身邊 我來找到 其實是很貴重的 那些人 在准許方